2010期世界大赛冠军太空人资料照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种族政策惹议 替谈反弹声浪不断 NFL NBA球员抗议不断也有人因此去访白宫 不过世界大赛冠军太空人对这次接受了来自白宫的邀请 冠军球队受邀参访白宫是美国体育的知名传统 但在川普上任后被不少球队拒绝 最早是骑士赶在川普上任前参访白宫 去年超级杯冠军爱国者虽于四月照常白宫行 但大咖球星布雷迪、Tom Brady、班奈克、莫迪勒·班奈克等人都没出席 导致出席人数锐减 最后则是勇士队因为克瑞、Steven Curry公开表示 无意赴约川普一气之下巨摇勇士到白宫掀起外界一阵踏发 太空人棒球事务部门总裁Reed Ryan今天表示 太空人计划前往白宫庆祝世界大赛冠军 这是一项传统和荣誉 对许多人而言作为棒球和世界大赛冠军代表 这可能是他们唯一一次被邀请到白宫的机会 所以在白宫打电话来邀请的时候 身为一个团队 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务 至于什么时候 成行 Ryan说还没定条 由于今年他们不会和国联华盛顿国民交手 最近的精英系列赛则在9月27日才开打 因此白宫之旅可能提前在春训市进行